第305集 下去 四叶寒冷声道 语气不容置疑 是 很快大厅内的众人立即后退离开 只剩下了四叶寒和林缺两个人 九哥 吴卫蒙如此嚣张 当年攻打我们的时候又最积极 为什么不将他们铲除 林缺看向四叶寒 满脸不解 闻声四叶寒面色微争 似乎陷入了什么回忆之中 久久后 四叶寒这才用冰冷机械的声音开口 因为婉婉 啊 叶 叶婉婉 林缺满脸的诧异 不是吧 九哥 叶婉婉和吴卫蒙有什么关系啊 他是吴卫蒙的人 四叶寒面无表情地说 啊 叶婉婉是吴卫蒙的人 林缺满脸诧异 这种事 他还是第一次听四叶寒提及 你嘛 当初知道叶婉婉那个若姬丑八怪 就是传说中九哥的心上人时 他就已经够惊讶了 没想到 他跟吴卫蒙那种组织也会扯上关系 在四叶寒决定返回独立州后 这才告诉了他 叶婉婉是独立州人士 是他之前喜欢的那个女孩 之后遭到了巨大的变故 为了保护婉婉周全 这才带着婉婉前去了华国 九哥 你有太多事情没有跟我说了 我到现在都是一脸懵逼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林雀急忙问道 四叶寒沉思一段时间 眉宇之间浮现出了一抹力气 许久之后 这才沉声解释 当年 四叶寒在阿修罗分部考察 叶婉婉却忽然潜入了分部 想要将阿修罗的分部覆灭 之后 叶婉婉却在分部遇到了四叶寒 叶婉婉见四叶寒身手不错 以为四叶寒是分部的小头目 便起了爱才之心 苦口婆心劝四叶寒离开阿修罗 投靠魏蒙 林雀听到这儿 悄默默地 冲着自家九哥的脸看了一眼 表情很是微妙 嗯 爱才之心 确定不是爱美之心吗 后来连续两个月 几乎每天 夜晚晚都会潜入阿修罗分部 去找四叶寒 想方设法地挖墙角 想把四叶寒挖去吴卫蒙 说到这里 四叶寒微微沉思 似乎过往的一切皆在眼前 挥之不散 所以 夜晚晚是吴卫蒙的成员了 应该 我靠 那丫头简直了 跟谁混不好 非要跟白风那种人 不过 那丫头也是够了 什么眼神啊 居然将你当成了 阿修罗分部的小头目 如果夜晚晚知道 当初他想要挖走的小头目 就是阿修罗至高无上的修罗主 最大的boss 也不知道会做何感想了 不过夜晚晚这么执着地挖你去吴卫蒙 却也看得出来 他应该对吴卫蒙很忠心了 难怪在对待吴卫蒙的态度上 九哥这么放任 四叶寒听到最后一句话 淡淡地朝着林雀看了一眼 神色似乎冷了几分 林雀察觉到男人的不悦 顿时改考 吴卫蒙什么的都是服员 那丫头肯定纯粹是为九哥您的美色所迷的呀 林雀说完好奇地问 九哥 既然夜晚晚是独立周人 他的家在那里 父母在何处 又叫什么名字 他听到过很多九哥这位心上人的彪悍传说 但却一直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到底是谁 现在好嘛 还有多了一个未蒙成员的头衔 这女人的小马甲也太多了吧 他也不嫌累得慌 这重要吗 四叶寒面色清冷地说 夜晚晚从未告诉过自己 他真正的姓名 绅士 他也并不在意 好吧好吧 不说就算了 那后来呢 林雀双眸精亮 意犹未尽地关心着他家的九哥 难得九哥居然会愿意跟他说这些呢 简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而且四叶寒却没有继续多言 只是神色越发冷静 当那个意外出现的女孩 已经完全占据他所有的生命时 甚至当他跟她突破了那一道界限后 夜晚晚却突然失踪了十多个月 杳无音信 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 这段时间里 他一直都在寻找他 可是找到夜晚晚之后 也是那场灾难的开始 四叶寒的脑海中 再次浮现出那一日的情况 夜晚晚全身沾着腥红的血 如同从炼狱中爬出来 如果不是他机缘巧合地找到他 恐怕他已经支撑不住了 每次想到这里 他都无比后怕 而他的这一身伤 也是因为那场灾难 在夜晚晚重伤苏醒后 什么也不肯说 只是祈求四叶寒 让他带自己离开独立州 永远也不要再回来 于是他解散了阿修罗 带他返回了华国 可是到了华国后 也不知道他的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晚晚每日痛苦地生不如死 如同疯了一般地 进行自我惩罚 以泪洗面 甚至有自残的倾向 最终 夜晚晚祈求四叶寒 清除自己所有的记忆 一开始四叶寒 根本就不同意 这样荒谬的事情 可是随着他的情况 越来越糟糕 他实在是无法继续 看着他这般痛苦地活着 四叶寒最终下定决心 以记忆覆盖的方式 清除了夜晚晚 在独立州的一切记忆 是终止他的痛苦 也是保护他的安全 而此次 他之所以重返独立州 是因为四叶寒的母亲 四叶寒的母亲 威胁他 如果他不回来 就会在整个独立州 公布夜晚晚的下落 到时候他苦心守了这么久的一切 都将功亏一篑 以华国斯家的势力 想要保住夜晚晚 根本是天方夜谭 最终 四叶寒只能妥协 重返独立州 放下剑 无法保护所爱 握紧剑 无法拥抱所爱 四叶寒身遂幽暗的眸子 缓缓地看向大殿之外 既修罗已归 便让这个世界 在他的掌中舞蹈 林雀看向四叶寒 神色惊疑不定 究竟是何种可怕的灾难和事例 竟然连四叶寒都无法阻止 但不管如何 曾经的王回来了 无畏盟里 阿修罗使者刚离开不久 又来传话 阿修罗主举行了一场会议 届时周边的大势里都会去参加 并且此次也邀请了 无畏盟盟主白风 而这场由修罗主开启的会议 将于三日后举行 接到修罗主的邀请后 夜晚晚面色阴晴不定 心中却是自由思量 修罗主邀请多个势力首领 参加这个会议 不用多想 五道联盟工会肯定会知道这件事 这对于五道联盟工会而言 或许是无畏盟偷袭阿修罗的最好时机 如果自己不去 且不说修罗主会不会发难 便是五道联盟工会那一关 自己也过不去 就目前而言 夜晚晚着手创建的死亡玫瑰 还没有真正成形 死亡玫瑰的招兵买马 自然也是在暗中进行 效果没那么显著 现阶段的他 五道联盟工会也好 阿修罗也罢 一个都不好得罪 风姐 如果这次 咱们真接受邀请 可不太好玩 五道联盟工会那些人 必然会让咱们五位盟 在这个时候动手 北斗凑着夜晚晚的身旁 轻声开口道 听闻北斗此言 夜晚晚微微恨守 关于这一点 他心中自然清楚 夜晚晚之前是打算 或许便趁着这个时候 自己逃出五位盟算了 只要自己离开 一切都不必再继续搭理 然而经过深思熟虑 他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即便自己能够逃出五位盟 却也没有本质上的意义 到时候 自己不仅会被五道联盟工会追杀 也等同戳穿了 自己不是五位盟盟主的身份 必然也会遭到五位盟的通缉 后果不堪设想 七星 你有什么看法 片刻之后 夜晚晚朝着七星问道 如今的七星 几乎已经相信了夜晚晚的身份 虽说心中可能还会存有一些疑惑 但夜晚晚的表现 也不足以继续让七星戒备心太重 还不等七星开口 北斗却是撇了撇嘴 盯着夜晚晚 风家 你问这个石头干什么 你问我呀 我什么都知道 只不过 不等北斗继续喋喋补休 却是被夜晚晚一个不悦的眼神 给瞪了回去 风姐 七星看向夜晚晚 这件事无法逃避 五道联盟工会 没有哪方势力能够得罪得起 况且 我们收了五道联盟工会的钱和好处 就必须按照规矩办事 北斗一听顿时反驳 屁 你的意思是 咱们就必须要去偷袭阿修罗了 现如今 咱们无为盟是什么情况 你难道心中不清楚 风姐根本没整实权 你让那些老东西去偷袭阿修罗 看看他们会不会有所行动 七星瞥了北斗一眼 似乎没有任何搭理他的欲望 继续的 风姐 我们不必偷袭阿修罗 只要表明态度 给五道联盟工会看便可 我们可以接受此次修罗主的邀请 然后拒绝每月圣交贡品 最好能够将修罗主义方 闹得鸡飞狗跳 这份一来 即便咱们没有立刻对阿修罗动手 五道联盟工会 却也不好多说什么 听闻七星的想法 叶婉婉微微微恨手 七星所言也正是他心中所想 只要自己将面子上的事情做足 五道联盟工会也拿他没辙 呸 北斗撇了撇嘴 凤姐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不过没来得及说而已 叶婉婉看向北斗 面无表情 我知道了 你最棒了 北斗连连点头 凤姐 你果然是明白人 叶婉婉此刻没心思和北斗调侃 心中暗叹息 这五位谋果然是一滩浑水 或许只有等自己的死亡玫瑰足够壮大之后 自己才有足够的资本从这泥潭中爬出来 死亡玫瑰的总部设在一处庄园 而庄园则是老将脸哄带骗以吴卫蒙成员身份威胁的情况下 用了半价购买而来 目前所招收来的强者 全部被安排在庄园里 此刻庄园附近一片冷清 没多久 一位道人模样打扮的年轻男子 脸上挂着莫名的笑意来到庄园门前 无量天尊 有人在家吗 道人朝着庄园内喊道 有人在家吗 快点出来 足足喊了数十秒 依旧没有人应答 道人的神色逐渐的开始不耐烦 什么人 片刻之后 一位黑衣老者自庄园内走出来 这老者名叫蒋成 是死亡玫瑰招收的第一批人手里 属于顶尖一流的高手 无量天尊 我就是想问一下 这里是死亡玫瑰的总部吗 道人满脸的笑意 蒋成微微一愣 眉头忽视促起 你怎么知道的 朋友介绍的 哦 蒋成若有所思 最近死亡玫瑰的确招收了不少强者 如果是朋友之间介绍的倒也是正常 小兄弟 想要加入死亡玫瑰可没那么简单 得看看你的身手 是否有资格尽我死亡玫瑰 听闻蒋成所言 道人若有所思 最终点了点头 没事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 确认这里是死亡玫瑰的总部便可 道人说吧 转身便要离开 然而蒋成的脸色却是忽然沉了下来 这道人的表现万分怪异 哪里是什么朋友介绍而来的 根本就是确定他们死亡玫瑰总部的位置 虽不知晓眼前这位道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但蒋成若不弄个清楚明白 又岂会放他离开呢 混账东西 看来打探我死亡玫瑰的消息 蒋成勃然一怒 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只多一个呼吸的功夫 便已来到道人的身旁 虚余间 蒋成一把抓住了道人的胳膊 今日你若不说清楚 只怕不能活着离开 无量天尊 老人家 火气不要那么大 会伤了身子 说话之间 道人身躯微微一动 然而蒋成的谋内却是闪过了一丝诧异 这道人武力深不可测 仅是用身躯 竟是将自己震开 蒋成原本想要叫人 只不过道人的速度极快 瞬间便没了踪影 云城 聂区地带 独立州四大世家 各占据一处主区域 如聂家所占据的区域 则是聂区地带 区域也以四大世家的姓氏命名 聂家府 神须道人进入府邸之后 直奔正堂 对长 神须道人见到聂无名之后 连忙大声叫道 慌慌张张干什么 成何体统 聂无名瞥了神须道人一眼 不是啊队长 我有个事要跟你说 屁话 老子还没吃完 等老子吃完了再说 聂无名的手中端着一盘饺子 一边吃着盘中饺子 一边不悦地看着神须道人 队长 我真有急事跟你说 神须道人哭笑不得 有屁快放 别耽误老子吃饺子 给你一分钟 聂无名将盘子丢到一旁 看着神须道人 冷声开口 神须道人沉思片刻 旋即走至聂无名的身旁 神色凝重 队长 你猜我今天发现了什么 听闻神须道人此言 聂无名的眉头微微促起 你猜 我会不会把你打死 神须道人摸了摸鼻子 尴尬一笑 队长 我今天得到了 死亡玫瑰招兵买满的消息 然后找到了死亡玫瑰的总部 这总部就在云城 听闻神须道人提起死亡玫瑰 聂无名却是一愣 死亡玫瑰 怎么回事啊 哪里来的死亡玫瑰 队长 这还要说吗 一定是冒充的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打假的力度下来了 又有一些不知死活的东西 开始兴风作浪 冒充死亡玫瑰 神须道人开口解释道 此时此刻 聂无名的神色 已经完全冷了下来 阴沉得仿佛能够滴出水来 早些年 冒充死亡玫瑰的势力数不胜数 只不过当初那些冒充死亡玫瑰的势力 都已经被聂无名连根拔起 很久之前 聂无名便已经放过话 根本没有死亡玫瑰这个组织 一切都是杜撰而出 并且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势力 冒充死亡玫瑰 否则 格杀勿论 后果自负 然而这才过去了多久 在独立州 在云城 在他聂无名的眼皮子底下 居然有人无视自己的威严 敢敢冒充死亡玫瑰 这是赤裸裸地侵犯他的版权 在什么地方 聂无名看向神须道人 当即神须道人神秘一笑 然后取出手机 打开相册 将手机摆在了聂无名的眼前 手指不停地翻着相册 队长 你看看 我都把那个死亡玫瑰的总部 给拍下来了 聂无名若有所思地 盯着神须道人手上的照片 略微有些疑惑 你给我看这个 是什么意思 自己让神须道人带路 前往那些假冒死亡玫瑰的 势力总部 可这神须道人拿出手机 打开相册给他看做什么 队长 你看 这地方我都拍下来了 你自己去就可以了 我还有事 神须道人认真地说道 闻生聂无名点了点头 玄吉也未开口 然后一把揪住神须道人的耳朵 将神须道人拽出了门外 此时此刻 死亡玫瑰总部 叶婉婉坐在上尾 一眼扫过下方众人 此刻 不少心进去死亡玫瑰的强者 看着叶婉婉 神色万分诧异 甚至难以置信 那位传说 是邪恐怖的死亡玫瑰首领黑寡妇 竟然如此的年轻美貌 一些自认为相貌还算不俗的年轻男人 顿时挺直了腰板 传说 死亡玫瑰首领黑寡妇 酷爱美色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